其實貴了那麼久 市場一定會獲利 會走人 差在幾時等到藉口 現在聯儲局收水了 可能每次都收 有這些聲氣的時候 加上過年最好 在一個重新部署的環境下 沽了身輕 換回先進體系 現在這樣急落 我想是一個調整 就算你當它見了頂 扔下去 不是一條氣 扔它三成四成 一定不會 現在第一陣 你當它見了頂也好 雖然我覺得未必是 可能最多都是一成 或者一兩成之間 跟著其實那個調整就完畢了 跟著會先找回 那如果你技術上看 一中指數那個 就是先進那些 它在lock channel 裡面 都沒有去到兩個standard deviation 現在都是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位置 就是沒有去到泡沫爆破狀態 你可以說它有泡沫 但是 就是沒有去到泡沫爆破那個位置 但是留意這一次 那個分別 可能就跟上一次 90 年代會有少少不同 那次新興市場炒爆了 那個影響面是沒有那麼大的 那你今次呢 背景有點不同 就是那些新興市場的佔比 佔全球比例是比之前大 所以如果新興市場呢 它真的倒出來呢 它有機會反過來拖累那個先進體系 這是第一樣不同 第二樣不同呢 就是現在呢 除了新興市場炒貴之外呢 歐美市場都不是說很便宜 就是如果新興市場的錢轉到歐美體系 將你歐美的股市的PE 真的滾到20或者以上呢 那你到時歐美那邊都會 就是有泡沫跟著要下來 但是這個可能是後期少少會發生的 就不是現在這段時間 不理性的日子呢 是不可能太過長時間 就是通常一怕就四個星期 你當它這樣就比較穩陣 所以如果你月中度起 就去到下月中 這樣就不要衝進去 就是你現在你今天都還要四百多 你怎麼知道你跌完美呢 是不是 就是 我想它跌定然後才進去都不遲 零買當頭 希望買當頭跌 你這樣摸進去沒什麼好處 因為 除非你打算有牌子坐 如果不是就 這些是歷史操作 一般來說不會建議 沒有專業 炒開經驗的人這樣做這件事 食材